大家好 我是不眨眼的所长林超 今天出门忘了带眼睛 咱们继续聊到中国创新的话题吧 之所以现在要聊这个话题 跟最近的三个实施热点有关 它们是通缩 大外交和CheckGPT 最近这段时间 关心经济的人会刷到通缩威胁的讨论 从3月份中国CPI同比上来0.7% 到制造业一季度只同比上来3.3% 有的人觉得很焦虑 关心政治的同学会刷到密集的外交成果 从伊朗到沙特 从法国到巴西 好消息是一个接一个 而关心科技的同学会刷到各种CheckGPT的后续新闻 从层出不穷的神奇功能 到科技圈的大模型竞赛 这三个话题看起来风马牛骨相及 但其实都只剩一件事 就是我们整个世界在全方位的经历场破旧立新 通缩源于全球贸易旧秩序的破裂 外交代表各国合作新秩序的建立 而AI技术革命呢 它既在破旧也在立新 其实每次技术爆发的中心地带 通常会产生赢家通吃 这个阶段是在破旧 但随着时间推移 技术扩产最终会让实体经济排花齐放 这个阶段就是立新 所以这一轮人工智能革命 虽然爆发阶段 赢家首先会在美国出现 但是等到未来新技术开始扩散 最终受益的却是电子化工 汽车医疗 食品 各种各样的实体产业公司 比如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经济发展史 就会发现20世纪初 电冰箱被发明出来之后 它后续其实催生了全球的一个 万亿美金的饮料行业 也造就了可可乐这样的传奇品牌 20世纪80年代 计算机被发明出来之后 后续是零售行业 受益巨大 沃尔玛当时就是抓住了计算机的红利 一举超越了希尔斯 技术变革的历史一再证明 实体经济最终会像海绵一样 不断地吸收各种新技术的各种成果 而现在的中国 其实就像一块全世界最大的海绵 因为我们制造业的产业链实在太齐全了 这导致每一轮科技爆发 最终中国这块海绵 受益都是巨大的 而这也是美国今天最没法忍的地方 他发现除了强制限制技术成果流向中国 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止这块海绵 继续吸收技术 所以科技限制几乎就会必然发生 那么这几年的各种科技限制 到底对中国的实体科创研究有多大影响 最近半年我接受了很多不同行业的公司 就发现离半导体先进制程越远的行业 看起来创新事业也不受影响了 比如我认识了一家 做国产益生菌菌株研发的公司 过去5年迎来了自己成立以来 最大的一轮科研爆发 还有一家专注做植物提取业的公司 最近三年推出的新技术 比过去10年都多得多 还有一家做传统爆破的公司 这三年通过跟高校产学员合作 居然把自己转型成了一个 做先进导弹的公司 这里面还包括我去年讲过的 做建筑机械人的碧桂园 做卷轴瓶的TCL 这些公司都是在科技战之后 反而迎来了更多的科研成果的 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之前几十年全球科研技术的扩展周期 这种叠加让中国的实体经济 在这几年大大受益 所以说了上面那些例子 接下来我想深入聊一个 最近刚刚接触的 中国厨房电器技术革命的例子 那在聊这个例子之前 我得感谢一下 这次给我提供详细资料的一个小伙伴 他是在方泰集团的创新产品部工作的 刚好是我的粉丝 之前他听说我想了解一下 传统产业创新的案例 非常兴奋 把他们最近三年的所有研究成果 都对我说了一遍 这还是让我开了很大的脑洞呢 首先要介绍一下 他们在厨房电器这个细分市场里面 找到了什么新男孩 就是他们把传统厨房里的抽烟机 造具 增香 烤箱 电放包 发酵机 空气炸锅 这些也来散落在各个地方的大小家电 全部做了一个智能集成 最后搞出了一个一体成型的智能集成烹饪中心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们刚发布的X系列 这个思路就很像 当年iPhone出来的时候 把手机 相机 MP3 电脑 闹钟 手电筒 钱包 全部集合在一起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智能集成随称设备 或者个人电脑出来的时候 把打字机 计算器 电话 收音机 电视机 全部集成在一起 变成一个智能集成桌面设备 在人类科技发展史上 这种通过集成来打到新产品 建立新标准 进而推动行业 迈入下一个阶段案例并不少 但是单纯把产品功能都堆在一起 并不能保证成功的 通常在电子领域真正成功的集成产品 都是因为软件硬件算法 能够跟着升级 才有资格去做整合的 因为整合出来的新产品 是必须能够让用户体验更好 智能化程度更高 才能够最终立得住脚的 这一点 当年在iPhone身上体现的最明显 而Fontai他们研发团队 这次做的集成 其实也是 AI和自动化技术的大发展促成的 让他们有机会用人工智能 把厨房的各种传统功能穿在一起 搞出一个全新的智慧烹饪解决方案 这里所谓的解决方案 说白了就是一个系统 而系统是什么呢 系统论告诉我们 要组成一个系统 成员之间就必须产生有机联系 所以解决方案 必须让厨房里原来分裂的功能联系起来 去实现以前做不到的 相互配合的事情才行 比如他们有一个叫烟烹联动的功能 是这样的 如果你下面开火的时候 上面忘了开抽烟机 那么这个集成烹饪中心 只要感应到下面这个 照蒸烤烹饪机在运作 它就会自动开启抽油烟 而且如果你满手油污 那么仅凭手势控制挥挥手 也能开关油烟机 说实在的 我之前是确实没见过 看起来还有一点点帅 不过相比外观 我更关心的还是这里面 有多少硬核科技的创新成果 这位小伙伴告诉我说 最近几年 他们研发中心有不少 融合机器人技术和AI做出的新成果 比如他们通过自动化技术 实现了温湿双控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是用在他们 照蒸烤烹饪机上的一项技术 在自动控温方面 他们给烤箱加入了温度传感器 和混合讯号集成电路 Mix Signal IC 这个让AI算法可以根据 烤箱温度变化的每一个阶段 都不断的动态调整新的加热策略 这就可以让枪体内的温度波动更小 而且温度控制也更精准 那整个过程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首先烤箱内的温度传感器 会产生模拟信号 这些信号会经过 模拟数字转换器 也就是ADC 转换成数字信号 然后数字信号再传给 微控制器 MCU 进行处理 然后微控制器会运行 温度控制算法 调整加热策略 而这之后数字信号又会通过 数字模拟转换器 转换回模拟信号 从而控制加热器的功率输出 这个过程虽然看起来不是很复杂 但是有了它之后 一个传统厨房电器 就已经升起成个厨房机器人了 既然这个机器人没有手没有脚 长得一点不像人 但是如果我们对比一下 学术界的机器人的定义 机器人Robot 是一种能够感知环境 然后处理信息 再之后能够自动执行任务的设备或软件 根据这句话 这种可以不断调整温度的烤箱 已经完全符合机器人的定义了 而有了这种精细化控温的流程 即使是马卡龙这样对温度非常敏感的食物 烤出来也不会有上色不均的情况 所以普通人也可以秒变烹饪大师 说实在话 我觉得光是这一点改变 的确就已经胜过很多传统烤箱了 当然同样原理 因为下面这台机器是融合了 照 蒸 烤 三大功能的烹饪机 所以它在蒸烤箱里 同时也能实现自主控湿的功能 这个主要是能够通过AI的智能给水技术 去识别腔体内的积水多少 这样可以确保在大蒸汽的同时 腔体内的积水更少 清洁更方便 然后再通过双路对流蒸汽后排的方式 来确保烤食物的过程中 水汽能够及时排出 这样以来食物就能产生外焦里嫩的口感 除了控温和控湿 AI还能用来控风量 比如在他们的集成烹饪中心里 有一个叫云层自虚引擎的技术 采用Microsoft的高速DSP芯片 搭载自研的横风量制空算法 再利用模糊自适应PID 参数自整定能力 而卡尔曼跟踪滤波 就可以让直流变频电机 去实时计算空气阻力的变化 实时地调整风机的风量 这样以来可以更好地实现吸油烟的效果 同时 他们还把飞机发动机上的整流罩设计 也用在了云层自虚里 这项技术实际上是采用了多目标优化的方法 去解决传统风机在沃壳行线 和夜轮这些地方的约束问题 这样可以实现更强性的排气动力 也可以让排风管体积更小 风量更大 噪音更低 而正是因为有了风机这种底层技术的突破 整个行业才有可能做出更薄的抽烟机 下面我们像流水帐一口气说的好多知识点 到底想说明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 所有这些传感器 微控制器 数字模拟转换器 还有航空发动机的整流罩技术 都不涉及到芯片先进制程 也根本不会被卡脖子 所以他们这个创新的粒子机 很好解释了我们上面那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传统产业 为什么在科技战这几年反而能够加速科研升级呢 是因为过去几十年里 全球和中国还有太多的成熟科研成果 可以拿来做技术转化 比如他们有一项叫做 密处直喷燃烧技术的发明 就是从中国航天发动机科学家高哥 在四十多年前 全球首创的沙丘助窩技术里得到的灵感 要知道中国当年通过这项技术做出的航空发动机 火焰稳定器 是全球效果最好的火焰稳定器之一 所以当年它也被前人生老先生称赞为 是长中国人志气的发明 中国开发出来的密处直喷燃烧技术 是能通过在隔热巨人罩上设计的沙丘状曲面结构 能让南气道的火力性能达到5000瓦的热复合 和70%的热效率 这个热效率比今天的国标还要高出7% 在全球也非常领先 反正说来说去 把这个小伙伴告诉我说 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做出这么多的成果 就是跟中国这些人在机器人技术 和航天科技技术的积累 有很大关系的 而且三年前当他们发现用AI智能化技术 可以把各种创新成果全部穿在一起 变成一个整体智慧烹饪解决方案的时候 他们整个新产品部也非常兴奋 因为用整体解决方案的形式 他们的新技术就可以很好地相互配合 然后融合在做饭的日常所有场景中 这个也让整个厨房突然具有了思考能力 而这一位的中国起身来不变的传统厨房 也有机会来一次大升级 然后进阶到中国式的智慧烹饪新模式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类中国产品创新的模式 就是做出新产品 依靠的是在微笑曲线的左边发力 回归第一信死磕研发 一旦整个曲线的左边做出了新的核心技术 接着就可以推动新标准 实现更智能的体验 做出更好的外观 最终可以改变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 这种打法跟我们之前讲过的 理想汽车逻辑有点像 这两家公司都是通过底层技术的重构 推动了更高端的产品 比如这期讲的Fontai X系列 还有之前聊过的理想L9 他们都是主打高端市场 我觉得今天对于国产品牌来说 想打高端市场 那么通过这种创新驱动的方式去做最合理 因为这么搞会带动整个行业良性竞争 而不是恶性内卷 只有良性竞争 才能使国产品牌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 这样最终才是立国立民的嘛 而且从上面这个例子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中国产学联动还有巨大的空间 毕竟过去的几十年 人类的科研成果又何止有高端芯片技术啊 今天在中国不管是航天科技 基因测序量子计算 还是碳纤维 新能源电池 碳纳米管 第三代半导体 其实我们自主研发的成果也是一直在积累的 而且现在种种技巧也表明 中欧的关系必将回暖 所以未来中欧产权合作的加深 搞不好还能给中国的实际经济带来更多的惊喜 所以今天尽管咱们在芯片和AI创新上 确实被压制的很厉害 但是在这个压抑的寒冬里 广大制造业未来几年的创新空间 我觉得依然是非常巨大的 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屈虎豹豹 更无豪杰怕熊皮 中国创新加油 好了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吧